莫華 韓竹我們都是媒體人 媒體人的特質就是 消息特別多 對 訊息很多 韓竹聽說你因為聽朋友的話 慘焙 讓你對台股有陰影 其實十幾年我開始 十幾年前我入行的時候做財經 然後我還記得十幾年前的台股 是每天成交量不到一千億的 既沒有價也沒有量 每天就動不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很想要學著怎麼投資 這時候我身邊就有一個朋友 他說我是做代操的 韓竹你是我的好友 我給你一個不錯的條件 就是你把錢拿來放來我這邊 我幫你代操 賺的他抽百分之十 賠的他全部負責 所以這本時候 她是在追你嗎 也不是 沒女婚有這種條件 一般代操也有這種條件 保證獲利 保底不賠 所以這時候覺得我那時候想 好啊 反正我上班很忙 我就給他 然後他也跟我說 以前我幫忙操作的部位 都是要一百萬以上我才會幫忙做 而且我說一百萬 我有 他說不是 是一百萬美金 然後所以我給他是一百萬台幣 代表他對你特別的好 那就是你知道會有一些朋友 沒事就是他就每一次在那邊 繡好車 繡名表 然後我們那些上班族 就覺得為什麼他可以 他可以過得那麼輕鬆 你知道就會有一些這樣的人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是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的 我信你一把 我就給了他錢喔 對 然後他投一兩個月的時候 還會給我看對賬單 告訴我說我為什麼買面板 我為什麼怎麼樣怎麼樣 那當我對他有一定 基本的信任之後 我說沒關係 交給你 你不用跟我報告了 我全全相信你 結果後來過一陣子 我覺得 也該管一下我的錢了吧 然後我叫他給我看 看一下 那時候我一百萬 只剩下三十幾萬 我就跟他說 一百萬是要三十幾 他給你賠了六十啊 天啊 多久的時間 半年啦 因為就是信任了之後 你就後來幾個月 就不看他的對賬單 也比較 你不用跟我報告了 沒關係 我相信你 這只是一時的操作錯誤 但是半年之後 發現一百萬 剩下三十幾萬了 所以我就說 那我不要了 我覺得胎骨真的太奇怪了 十幾年前真的不是那麼懂 然後我說那你趕快 很心疼耶 對 把一百萬還我吧 對 他說好 你放心 對 然後再來就慢慢 陸陸續續還喔 大概還了我 我最後拿回來的時候 整筆錢就是資金轉回 我的戶頭的時候 只有六十幾萬 那等於還差三十幾萬 他說他慢慢還我 一個月還一萬 一個月還兩萬 最後呢 就不關了 人間蒸發 所以從那次之後 我就想說 所有投資的錢 必須要自己管 這也是我常常跟 觀眾朋友講的 就是說大家都會覺得說 歐盟理財主播 財經主播 應該是穩賺不賠 其實都要付學費的 那我是因為這幾年 臺骨比較熱 我才想說好 而且我對這個社會 跟臺骨的認知 也比較熟悉一點了 我再自己來 而且你自己賠了 就自己認 就像剛剛我講的 爛命一條 反正我看賠了 我就跟你比命長 我就等你景氣循環回來 就補票不用拚命好不好 這補票是要賺開心的 好像每次要博命演出 因為每次我朋友都說 你那朋友現在做代操嗎 那一位 他人間蒸發了 就到現在都人間蒸發 對啊 隱姓埋名了吧 真的 可能改名字了 而且重點是 很多人都說要設定好 停損跟停歷 對不對 那我大概停歷一點 獲利滿足點 我覺得二十趴就夠了 但是因為這兩年的臺骨 如果只賺二十趴 其實會有點心癢 會很容易想要賺個 一倍以上 但是每次停損到了百分之二十 我會突然變成鴕鳥心態 就說那我不看了 我不看了 我會把它爛在那邊 但我知道這樣的觀念是不對的 所以要分享給觀眾朋友 我知道叫麻了跑不動 就是那種 還是老話一句 我就跟你拚了 我等你景氣循環回來 因為你知道嗎 我覺得至少我做到的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投資股票是我的閒錢 所以如果說它爛在那邊 並不會造成說我一定要趕快處理 不然我平常的貸款付不出來 所以它是價值型投資法 因為它沒有辦法 這個短線操作這麼快 所以你要買穩的股票 白在那邊 不過我剛剛聽到這邊 我覺得其實你一開始繳這個學費 那時候錢這樣子 虧損六十幾萬 那真的是我第一桶金 是 是很心痛 但我覺得也算是幸運 因為是很年輕的時候碰到的 我自己那時候也碰到 類似的情況 是類似這種同學認識十幾年的 什麼都很好 我們是有交情的人 對 然後我是一個月 虧了大概三十萬 就聽了所謂的名牌跟你講 結果買了之後 我說怎麼會變成這樣 他說 探子回報有誤 什麼學樣 然後他跟我講說 他跟我講說 虧三十萬很好運 我們那個誰誰虧了八百萬 他講說我怎麼賠了三十萬 一個月還有人跟你說 你很好運 你現在台股的選股邏輯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 我不買不熟悉的公司跟產業 台股就是一千五百檔當中 其實我們真正採訪過的 可能不到三百家 但是至少我就會覺得說 至少我採訪過這個人 我知道他的經營者的為人 或是整個公司的整個營收狀況 就像張姐講的很好 其實產業 我喜歡相信產業 我覺得報告數字 不會騙人 我比較沒有那麼重視 看一些現行之類的 那所以我覺得 至少這間公司 我要認識 甚至我採訪過他的老闆 我覺得可以信賴 那我才會買 那第二個是我不太買那種低價股 因為我覺得低價股的那個價錢太低了 很容易被操作 那我又不曉得主力在幹嘛 或是怎麼樣 我如果一下子買這個 然後他彈起來 我來不及跑 他跌下去就是很重的 我覺得這些很容易被人家操作 而且他其實低價股量 價跟量都不會 沒有價就不太會有量 但是我也還蠻喜歡買高價股的 我覺得高價股比較簡單粗暴一點 你喜歡刺激的一漲漲很多 因為高價股嘛 這個一幅度十趴上去很多 對 就我喜歡買一些 就是比較穩健大型的全職股這樣子 對 你操作獲利的標的有哪些 像我剛才講的 其實去年呢 我覺得小學生買台積電都會賺錢 對 像我去年比較成功的 就是台積電跟靈發科 我那時候還有跟張傑的討論說 去年年底的時候 一張台積電等於十張聯電 那我到底要買一張台積電好 還是十張聯電好 這樣子 那後來我自己給他什麼答案 當然是聯電 我是聯電的始終有戶 寒族的方式是對的 因為其實高處不勝寒 買得起高價股的人 絕對不是賞戶 籌碼不會那麼對 那籌碼是比較乾淨的 那好的例如說LV會漲價 Coach可能不會 Rollex會漲價 Swatch可能不會 這個部分 寒族的邏輯反而是對的 他建議你買聯電 結果你買 我買台積電 對 你想來這麼好 人家選台積電啊 沒有關係的 對 有賺錢都好的 去年我買台積電跟聯發科 大概台積電大概三個月 有賺二十幾萬 然後聯發科大概兩個月 都買高價股 對 我大概在八百多塊的時候 進場聯發科 然後破千元的時候我就賣 然後台積電 賣很漂亮 對 但其實台積電 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去年的策略 以前去年台積電 看到三百多的時候 我就想好 我也趕快買 然後過了四百多 就想不錯了 不錯了 過了一個整數關卡 我就賣 然後後來發現四百多 好像有機會漲到五百多 我又再進去買 然後過了五百 覺得可以了 可以了再賣 五百多之後看六百 六百之後看七百 但其實現在回頭想想 如果是以價值投資來講的話 我那時候台積電 三百多的時候再買兩張 現在六百多 我就直接獲利翻倍 但是我之前的策略就是 我買一點過整數關卡就賣 買了一張過整數關卡就賣 所以其實反而這樣操作 都是有一點失誤的 對 不然的話如果一開始三百多塊 買了不賣 六百多 現在怎麼樣都賺 但是我是三百多買 四百多賣 四百多再減回來 五百多賣 其實是來來回回 是我覺得你還是很開心 因為你還是賺錢 三百 四百 四百 五百 你每個波段都有賺到 應該還是蠻開心的 操作算蠻漂亮的 對 但是像今年台積電 六百多的時候賣掉之後 覺得好像可能會上七百 所以我六百多又再買回來 但是就整理到現在 因為四五月的時候 其實開始 所以你現在被靠到 但是我就還是這樣 我覺得台積電是一個 值得常報的公司 要在台灣最安全被靠 爛命一條 爛命一條 變成是我的slogan這樣子 跟你比命長這樣子 然後當然後來我喜歡看 這個台股的資金追隨熱錢 怎麼走 那我發現航海王還不錯的時候 我就買了長榮跟陽明 對 那長榮的時候 我大概兩個年 陽明也買了 對 貨會三雄 因為這三家我都採訪過 我個人喜歡長榮 所以長榮陽明 我覺得它的基本面 是足以支撐的 所以都賣了嗎 我長榮在這個月有獲利了結 先獲利了結一波 然後陽明我還繼續抱著 但是像萬海 萬海我就有點不敢追高 對 那其實我覺得 像現在台股 我覺得航運海運 是真的很穩的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整個資金面 都在這邊 其實是可以上車的 我的策略是說 我沒有消息領先到 我可以當第一個上車的人 賺最多 但是至少 我不要當最後一個下車的人 我就賺中間那一段就好了 OK 其實我覺得韓豬操作很漂亮 這個最好的航運 船產他有 最強的電子股 台積電聯發科 他也有 問一下木華 台積電你怎麼看 因為他剛剛的疑問是說 他這樣子乾脆三百 就報到六百就好了 問你三百到六百 其實是一年多的時間 怎麼樣的操作策略才是對的 因為台積電去年漲上倍 漲幅非常的大 那你會發現 這麼大型的全職股 他漲幅上倍 隔年通常他的行情 會是比較震盪 整理偏多 所以你為什麼台積電今年 就漲不太動 因為他的市值暴增太多了 台積電市值很驚人的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今年台積電上半年整理 下半年就有機會 不過你說他下半年即使要漲 我覺得他的空間也不會太大 因為相對而言 他的市值已經趨高了 現在六百多塊的市值 台積電市值相當大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說他再有多大的動能 要再往上推升 那要看比較中長期 他的整個營運的爆發 營收跟EPS的成長 那最近為什麼台積電開始股價動了 因為他要加發股息了 就等於說 開出了第一槍 代表告訴各位說 我對公司的獲利是有信心的 我對我未來成長是有信心的 再加上我這麼大的 龐大的這個資本支出之外 我還可以再加發股息 代表說我的cash 我的這個自由現金流量 各方面都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 很大的重點 使得台積電最近的股價往上走 那但問題就是說 相對 現在可以買嗎 現在 彈回來正上六百塊之後 相對台積電 那你為什麼不把你的錢去買聯電呢 因為 聯電又加一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台積電股價六百多塊 聯電現在股價才五十塊出頭 你買一張台積電 你可以買十二張聯電對不對 就操作面上面來講 請問買一張股票的靈活性高 還是買十二張股票的靈活性高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講說 小資本的人通常不太適合玩 這個高價股的原因是 當然韓豬的資本可能很大 沒有你多 基本的人 就比如說你的這個在操作 股票的現金 只有一兩百萬的人 你比較不適合去買這個 高價股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操作的靈活性低 因為我十二張股票 我今天賣兩張 賣一半 那我台積電只有一張 我要賣就只有一張就賣掉了 我如果不捨得賣 那個漲上去我又不捨得賣的話 它又跌下來 所以靈活度是一個要考量的地方 所以就兩家公司的基本面來講 他們都是晶圓代工的佼佼者 台積電如果說在整個晶圓代工的市況是好的 相信聯電不會差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個人比較傾向 如果你的資本沒有那麼大的人 這個不是上億的幾千萬在做股票的人 你可能在晶圓雙雄上面 你捨台積電買聯電 不是說台積電不好 而是在操作靈活度上面 我會比較覺得這個聯電的操作靈活度 是會高一點 空間跟靈活度比較多 這是一個 就是我們在 因為我們股票除了基本面 我們還有操作面 所以說各個面向我們都要考量 那操作面上我會比較建議 就是聯電的操作面 靈活性是比較高一點 基本面好很重要 更重要是要能夠買了會賺錢 對 台主最近很夯的 生技股你也有投資 戰果如何 生技股其實我真的建議 你是買疫苗股嗎 新手啊 還是盡量不要碰生技股會比較好 特定是疫苗股 因為我是在今年大概四月份的時候 看到郭台銘 郭董 他出手的就是台康生 他入主台康生 我就覺得有局 我感覺郭董背後一定有什麼盤算 所以我就也去撿了幾張台康生 那目前為止 因為我等於是消息一出來之後 我就買到台康生了 所以我的成本比較低 對 這樣子 然後後來 所以我現在台康生就有點類似 我在這波疫情當中的投機股 我拿我的再閒錢再去玩玩看 目前還行 但是後來到了五月份 疫情真的大爆發的時候 我身邊的記者朋友 很多人都開始在討論 高差疫苗 那時候我心裡在想 真的可以買嗎 因為第一他的股價 那時候股價差不多 兩三百塊 對 兩三百塊 你確實要有一點銀彈去買 但是我身邊 那時候還是一個蠻好的 介入的時間點 兩百多塊 有到四塊 對 我身邊的記者朋友 也是一樣就跟我說 我告訴你啦 會到六百 我想 幹嘛呢 但我真的不想再聽朋友了 不想再聽朋友 所以後來我高端 高XX我是並沒有買的 但是我就想說 那時候的一張高端 等於三張東洋 所以後來我選擇進了東洋 東洋也不錯 後來長到九十以上 對 他就講出來 就是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解盲之後這個利多 問一下張姐 你會建議大家現在怎麼投資 OK 那這個也是很兇猛的 可以 我講一下防疫概念股 我簡單講 像這個剛剛韓祖講的高X疫苗 其實他在疫情爆發前是兩百多 對 後來直接漲到四百多 對 那很簡單 其實這個問題 他現在已經連續跌停又漲停 他已經扯到所謂的內線移雲 還有 那已經有炒股了 因為扯到了政治跟炒股 當然我們不是政論性的節目 就是不管這些股票怎麼樣 我都建議投資人 已經不要碰了 因為例如說 台灣的政府在跟他買五百萬劑之前 那個禮拜五有一個券商 叫做這個松商 中國信託的松江 他買了接近一千張 所以他有內線沒經驗 這麼剛好 他禮拜五就是 對 你看這個這裡有三百七十五 六百多張 簡單講就加一千 接近一千一百張 那這個東西合理的認為 其實他可能知道什麼 結果買完之後六日 果不其然 禮拜天就政府就採買了 結果後來連續的一個崩跌 最跌了接近六成 所以有內線沒經驗 那這種股票我就完全不建議 就是說 因為第一個你也不是高層 不管你有沒有內線 第二個 這個疫苗的部分呢 我們還沒有三期臨床 所以現在的防疫概念股 我認為只有一個口訣 就是過去沒有 現在有 以後會更多 這部分可以嘛 例如說快篩四季 快篩四季裡面有保齡 保齡的上游是台康生 他們一起合作的 那泰伯 這三個公司是過去沒有 現在有 以後會更多 因為現在像上個禮拜富邦 他們已經自己在做快篩 那包括台積電 甚至以後我們的這個華視 任何的一個電視台跟企業 準備要做這個快篩 所以我覺得防疫概念股 只有剛剛那個口訣 第二個是線上的 這個宅經濟也回不去了 不管是線上遊戲 或者是所謂的線上的購物 我覺得這個東西 才是現在的產業的方向 這個部分是這樣